中国曲艺不单止是中国文化贵宝 亦是中国最普及的大众娱乐之一 曲艺的历史远远流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建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化之后 到了今天各种形式的说唱艺术 仍然是广受欢迎 今次座谈会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中国曲艺家协会前主席 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一级演员 著名上升表演艺术家姜坤先生主讲 他将会从古至今 讲解中国曲艺的历史 流传和发展过程 除此之外 姜坤先生和快板表演艺术家 王文水先生 还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示范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中国曲艺的历史 还有他的发展情况 我也要这么讲 因为我经常到国外讲 人家说你这个曲艺是什么呀 曲艺是说唱艺术的总称 我现在就给大家 简单的把我们曲艺发展历史 给大家提纲写领式的讲一下 好吗 大家看 这是我们汉代的一个说唱友 这个说唱友 他手里拿了一个瓣 左手拿个鼓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看成是最早的 我们说唱艺术那种表演的形式 因为它出土文物 但是你看它脑袋上包的那个毛巾 劳动人民刚活的 出汗 上身没穿衣服 搬裸体 说明了很穷 买过旗衣服 也没有穿鞋 说明还是经济情况不太好 但是它的面容非常的可笑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曲艺术 确实老百姓是最欢迎的 大家让我给大家做几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在工程演出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人有多少观众 这边这个照片是我们 侯宝林先生 我的这个师爷辈的 侯宝林先生和李文华老师 在五几年的时候 在中国北京首都的陶然亭公园 专门被群众演出 当时你看看这个场面 过去 刘兰芳先生说书的时候 你看底下这个观众 我想现在没有认识一个形式 能像我们中国的曲艺 一个人 有上万的观众 所以过去说 一个说书人 能够做到万人空相 那只有中国的 这个说唱艺术 能有这样的魅力 我们的老主席 他叫洛玉生 一名叫小财武 小财武 在他七十多岁以后 他的艺术 达到了他的顶峰 内地的很多的观众 我想现在也看过 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里边的主题 隔千里 刀光影 就是由七十多岁的 那个时候的 我们的老主席唱歌 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还能唱 可见我们这个曲艺的艺术 他的这个魅力 不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 他就逐渐的好像逝去 而是说唱艺术积累的 非常丰富的时候 很可能是在他高龄的时候 那你要说是让这个 跳舞的运动员 到八十多岁的 在这俩跟头的话 恐怕就受不了 对不对 但是曲艺术 说唱艺术 有这个本事啊 当然了 我们也经常到基层去演出 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 尤其是到了游牧民族的时候 就经常是 只是一个家庭当中的几个人 草原和这个观众 我们大自然也形成了他们的舞台 大家看这是在草原上 我看这个样子我不太清楚 可能是在演藏系的格萨尔王 这是我们的年轻人的孩子 现在我们的许多的孩子 也开始喜欢上曲艺了 他们也走上了舞台 这里就讲的 整个就是我们中国曲艺的 这个群众性 他呢就是曲艺 他是最被老百姓喜爱的 因为我们说是最接地气的 是以方言口语 说唱叙事表演艺术的一个统称 曲艺两则 它是一个统称 这门艺术呢 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州时期 这时候的欧洲呢 还处于古希腊的青铜时代 也就是和马史诗时代 当时那个时候 我们的说唱艺术就开始了 中国古代的曲艺 最早应该是从神话传说开始 人类最早的这个故事呢 主要就是神话 在人类呢 从原始状态的动物化 化为具有语言 认知思辨 社会行为能力的高级生物标准之一呢 就是人类最早的口头 其实是文学 我们可以在神话故事以前 先说一说我们的文学记载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知道 中国的最早的一部诗作叫什么 历史上最早的 中国最古老的诗作 知道吗 诗经啊 诗经 封亚宋 诗经的第一部 第一个就是打头的那个叫什么 封亚宋中的封 这个就是民封的这个 叫发坛 发坛 发坛就是砍树 现在我们看诗经啊 这个诗经那个 这个弄不懂 他的字特别有 也不认识 完了有的时候还老重复出现 我估计是那时候字比较少是吧 他们不好摆是吧 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是吧 但是它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名歌的一个记载 诗经有第一部叫做发坛 发坛就是什么 就是砍树的时候唱的歌 叫砍砍发坛系 智智何智干系 河水清且涟漪 不嫁不色 胡曲何三百禅系 不守不列 胡扎耳亭 有悬还兮 比君子兮 不俗残兮 听了那么多兮 谁懂什么意思 不懂 肯定不懂 其实你一分析 这就是特简单的一个名歌 砍砍发坛系 砍砍就 砍砍砍 它是一个土子 一个嵌子 这个砍子 它就是生意的一个生意词 砍砍它 干嘛 砍砍砍砍木头 发坛 他把这个树 砍树 砍砍砍木头 砍砍发坛 智智何智干系 智智就把它放 放哪啊 放到那个河边上 河边智智何智干系 河边嘛 河水清洁涟漪 这个大家一能听懂 河水啊 你看看挺漂亮的啊 河水清洁涟 河水一看 看眼边 它看见好些 像这个麦子多啊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仓库啊 这个看着啊 不嫁不送 胡取和三百蚕西 你也不种粮食啊 是吧 你也不剥种子啊 是吧 你也不收割啊 你们家怎么有那么多 这个麦子麦子捆呢 有啊 你们这三百多份的 那两人你们都哪来的啊 不收不列 胡扎二天 有玄环西 你们不守 守练着嘛 你们也不去打猎 你们也不去守围 凭什么你们的那个屋子里头 挂着那个丢皮啊 胡扎里有玄的环西 比君子系 不素餐系 就这帮 就这帮人呢 这帮人 你可不知道啊 哎呦 他们平常吃饭的 没肉 他们都不吃饭 我给刮素子 咱们都不吃 哎 你仔细听这什么 这就是老百姓 在那唱歌呢 随口的啊 看到那些 为父不仁的这个人呢 在那 他就是一个民歌 当然后来的文人呢 把这民歌 给收摘起来了 给成了文学了 啊 成了我们诗经 中国最古老的 我们的诗作的 第一部首演的作品 宋亚松的第一篇 诗经呢 就是一个民歌的 民风的记载 关关聚就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什么啊 君子好球 在我也经常见 我们的相声啊 我的一个相声 叫做诗歌与爱情 我就说 哎呀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李文华在旁边 哎这 这君子好球 还真听懂了 怎么讲 凡是君子人 都好踢足球 哎 我说 凡是君子人 都好踢足球 那窈窕淑女 怎么讲 那时候 他们踢得不好 竟输给女的 我们曲解啊 在相声当中 有一个曲解的 那么这样一个规律 你看在诗经当中 还有一个叫 现在 朔数 过去在古文中 念诗 一个诗 石头的诗 一个被子啊 就丰硕的 朔的念诗 诗 古文的老说是 实数实数 无事我数 三岁灌辱 莫我恳故 世将去辱 世必乐土 乐土乐土 原得我所 这个你听了 又又不懂 其实又是老百姓的歌 现在我们念 说书 说书 无事我数 说书 大胖 大胖 不要吃我的粮食了 是吧 无事我数 三岁灌辱 莫我恳故 我三岁我就灌着你 我就 你干 你安 我都不管你 我恳故 你给我什么好处了 你照顾我了吗 世将去辱 世必乐土 我现在要离开你而去了 我要到一个最美好的地方 乐土乐土 原得我所 到那个地方 我所有的都该得到了 你看 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 对生活 尤其是美好生活的一个憧憬 他呢 可能是在哼哼唧唧的唱歌当中 也可能在民歌当中 大家最唱当中出来的后 形成了我们中国古老文学的 最基础的东西 当然这里边呢 又可以看出 他已经有了艺术的加工了 有什么艺术加工了 他已经开始有运角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的这个 说唱艺术 他讲运 讲这个何折 押运 我们中国有十三道大折 过去 我是在飞龙江生产建设 兵团工作的 你们从事啊 写唱词的 写诗歌的 以后我给你们一句话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是 就算半当兵的吧 我们用了一句话 来把十三个折 全部写在里面 我们叫 月下一哨兵 镇守在山岗 多威武 这十三个字 你们有可能就把它记下来 月下一哨兵 镇守在山岗 多威武 一三道大折 啊 什么折 以后咱们慢慢讲 月什么是 免邪者 下是发花者啊 一是一气者啊 兵是中东者 这个以后 你们在学 德哲押运当中 你们慢慢讲 我们起源于民间 老百姓的说唱艺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 就局限于宫廷中演出 大家都知道 西方有宫廷的弄臣 那么咱们呢 宫廷当中 也有了这些盲人 残疾的这个人士啊 就是咱们这叫残障人士啊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啊 我们叫做的排忧 就这些人呢 就开始了在宫廷里边 作为弄臣 作为宫廷的啊 演绎啊 斗笑啊 那么这些啊 这么样一个艺术形式的存在 我们最早的时候呢 在寻子呢 有一篇这个文章 这个寻子呢 叫丞相 这个丞相呢 现在在我们的记载当中 尤其是南方的评书 谈词当中 最早的一篇 他记载的是啊 先秦民间的曲义形式 后人就评识的丞相 是既后世谈词之主 大家在研究我们 中国曲义艺术的时候 可以就翻一翻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平坛在这个江浙后一带 是非常流行的 它起源于苏州 这个平坛呢 平是平话 坛是谈词 平话跟我们的啊 说书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只是用这个南方的这个方言 跟我们后来北方的平书是一样的 我们呃 这个这个最著名的 我们称为是平书的 也算鼻祖吧 叫做柳敬廷先生 他出生于泰州 他成长于扬州 后来呢 进京为官 然后就把平书艺术 带到了中华民族的四面八方 我们到了汉代的时候呢 我们取义就开始初步形成了 因为汉代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在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啊 有了许多变化 汉代继承了就先前以来的 那个散乐的那个体系 不断的增加内容 到了汉代 尤其是岳府民歌 这个岳府民歌就记载了很多的 我们的民间故事 知道是孔学东南飞 再有呢 我们上小学都是学的什么 木兰词 积极富积极木兰当护之 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反正大家都会背 到了明朝的时候 他就有了很明显的 那个说唱故事的特征了 取艺术 一点一点的发展 一点点发展 中间有许许多多的 他形成的这种因素啊 我在日本的时候 看他们的漫才 日本的叫漫才 其实也是两点像 还有落雨 一个人跪在地上 坐在一个铺团上的 拿着个扇子 我一个人讲的 落雨 有点像中国的这个单口相识 漫才呢 就像中国的对口相识 是一样的 我们跟他交流 他说我们 已经有了 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的相识 落雨 都是像中国学来的 我说我们中国的相识 现在算起来不到二百年 一百八个 你们有三百年了啊 这怎么回事 这账怎么算呢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 跟他们讲 而且我也去分析 去看 哦 发言 他们许多东西 都是咱们 又有春秋战国的东西 又有明朝的 我们记得这个 校服里边的东西 啊 完了以后的各式各样 他的东西 我估计都是在圣诞的 时候 那么由那前堂使 他们带过来的东西 所以他们把认为 我们既然取材 你们那肯定要跟你学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中国的曲艺 来到法国演出的时候 在巴黎啊 第十一大学去演出的时候 一个平衡坛 唱了四十五分钟 整个这个教室里 全部都 基本都是外国人 前面有两台这个 这是咱们中国的留学生 基本都是外国人 居然听这个静的 静的连我自己 想动我 我都不敢动我了 因为那个当时呢 也没有那个 就是那个法文的翻译 啊 没有法文的翻译 唱 这四十分钟唱的 哎呦 坐在那块 我就决了 他们 所有的人 在听我们这个音乐的时候 他们真是进入到了 我们的那一个 文化的那个境界当中 所以我当时呢 我还给 记者呢 我提了一下 我说呢 我这对我们巴黎 这座 叫做艺术之城的 这样一个大都市啊 大都市啊 他们啊 崇尚艺术 敬畏文化 尊重文化 我说在这地方 我说我真是今天 我亲身 我感受到 大都市的感觉 就跟咱们学校 这名人一样啊 哈哈哈哈 那么汉代 我们的幽灵滑稽表演呢 也在这一个时期呢 就得到发展 那么我们中国最早 记录我们 曲艺术的 有一首诗 是宋代的陆游写的 陆游是宋代的人 但是他写的可能是很 过去很古老啊 唐代的事情 他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 你看他弟弟说的 复古盲翁 正座长 带着古的一个盲人的 一个老人 正座长 在那里边正啊 在那演出呢 给大家伙演出呢啊 身后是非 谁管得 满村听说 蔡忠郎 讲什么 那时候讲蔡文鸡啊 讲蔡文鸡父亲 叫蔡庸的事啊 蔡庸的那个故事啊 蔡忠郎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在宋代 这个著名诗 诗人这个陆游 这幅小画 他叫做 小舟游进村舍 舟不归 走到那个村的边上 叫船座的边 他看到了 呦 复古盲了在做茶 满村听说蔡忠郎 生动的描写了 当时我们这个曲艺术 怎么样当乡村的啊 那时候受欢迎啊 四处演出的啊 这个场景 在189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不是都到东黄那去 在发现东黄的过程当中 突然发现了一大批 纸样的 这个经文 纸样经文呢 拥有很多白话的东西 有的甚至是 故事的东西啊 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用的 当时因为都是研究佛教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的美术啊 这个飞天的 还有什么唐皮版的乐舞啊 那些 包括他们的侍女啊 还有佛像呢 整个就是一幅 这个过去我们啊 佛教啊 东进的过程当中 呈现了各种各样色彩 但是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 就像俗讲的文本 我都不知道该什么用的 后来给他起名 叫做转变古文 他就是在转变古文当中 他就是从那个古代的那个词啊 还有那个方言 那个用的那个语言啊 古文啊 他像什么 像民俗话转变的话 叫俗讲 后来大家看了 看了逐渐的之后 佛教 在传播的过程当中 他不能够讲这些经文啊 或是让大家去念经 他要讲故事 老百姓最喜欢的就是故事 悲欢离合 讲的因果报应 是吧 今次讲善恶 所以呢 就各种各样的故事 包括 甚至有一些妖魔鬼怪在里边 在做办 整个这个 所有的这故事进程当中 他就是把 我们过去佛教要传播的 那今生作善 来世子 来世得福啊 什么就这些 说 英恶这个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是吧 就这把这些东西 就通过这些故事 通过俗讲的形式 啊 就是到民间局限中 所以我们把这些 民间文的这些本 就看成了我们中国 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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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一个文史资料 它等于最早 它因为它是在 等于在成代 就就 唐代是我们取义成熟的时期 啊 随着唐王朝的这个 国力的强大经济的这种发展 商业的这种繁荣 城市与市民啊 这阶层的兴起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中国区域 步入了一个成熟期 主要的就表现 底细 第一出现了这种 寺院戏场 闹市 宫廷 包括豪门 宅邸 等较为固定的一个 区域演出唱作 第二是出现了 以说唱表演 谋生的专业艺人 和专位 娱乐消遣的 这观众 它形成了 有固定的场所了 它就有固定的观众了 包括一些贤赞文人 王库子 你大概整个人都有啊 专供演唱的一些底板 也出现了 具有一定 规范的表演性质 所以在唐朝 我们称为它 我们取一个成熟式 我们一系的 在我们唐朝 就可以看到了 就我们相识的前身 就是参军戏 一个叫仓佛 一个叫参军 参军的呢 这个是为主 仓佛呢 是为佛 一个基民呢 一个鱼池 互相潮 那时候也叫弄参军 就像这个象征一样了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 唐勇 那参军的 这个参军戏的 这个采用 这个采用 大家也看得出来 你看 这跟我们真是 跟象征一样差不多吧 我们有时候 这个动作呀 我们穿的衣服 基本上还保持着 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个绷格 到了宋代呢 宋代是我们 区域的 般荣发展期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在台湾 有一个叫做 现代的一个象征 这笔小剧场啊 它叫的 也叫 勾兰瓦舍 啊 象舍瓦舍 这个勾兰瓦舍 取义 取义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到 宋代的时候 茶子酒楼和瓦舍 的勾兰呢 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 宋代的取义形式 也不断的丰富 那么这里有各种各样的 书记了 什么 古记的记载 大概有小说啊 讲史啊 古本啊 小唱啊 说谈话啊 还有什么叫我的学相声啊 全都我们都叫 当时叫什么 叫做百戏 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些 说唱就归到归类 归到了百戏当中 后期的广我们的相声 叫杂耍 他又归到十样杂耍当中去了 所以在不同归类期间 可以看出当时我们这个 说唱的艺术的 他的繁荣 他的不断的 在归类 在进化啊 这是宋代的这些 古兰瓦舍的那些石刻像呢 还有一些 善本对瓦舍的描写 大家我觉得应该知道的 有一个 清明上河图 我们过去 在我们评书里边 有一段小罐 到了这个 一看 都有什么 有卑躬的 射箭的 卖米的 卖面的 卖葱的 卖酸的 卖柴的 卖炭的 卖油盐浆醋 卖茶叶鸡蛋的 就是形容那个 闹事的场面 但是呢 在这个 我们的 瓦舍当中 其中有一个 我们说书人 在那里边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 这是清明上河图 这边有一个 大黑胡子的人 大家看到没有 黑胡子 那个大黑胡子的人 前面 也有很多人在听 这个 这个闹事当中啊 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那说书呢 你看 所以在清明上河图 对宋代的 这种闹事 这种记载的过程 当中 还有他这个 五行八作的记载当中 我们的曲艺是 站在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这送的这个 朱公调的 这个作品 这个朱公调 讲起来呢 也是很复杂 他们专门研究 我们的曲艺艺术的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和作品研究当中 他们会遇到的话 包括五代 十国的东西 都非常多啊 到了元代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有很多的 尤其是幽默艺术 还有我们的 包括是板书艺术 在元代 陆陆续续就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元曲 这个元曲的这个行程啊 中间经常有插壳打昏的东西 这种插壳打昏的东西呢 就在我们元曲当中呢 等于对于当时的元剧的创作 而且戏剧的创作 它就起到了一个活跃 活跃气氛 然后宣扰故事 增加它的艺术感染力 在这方面 它都起到了作用 所以大量的朱公调 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创作 像《西乡记》了 朱公调词的《西乡记》啊 在往后给大家可以看一看 到就到了明代 这明代就更了不起了 到明代的基本上 我们的区域 各种各样的样式 都开始一个一个的就形成了 完了有说书 那画本就促进了古代小说的发展 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有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有三本 是在没有这个著作以前 已经在民间有了画本了 大家都知道那三本吗 《西乡记》 《三国演义》 对 那么那三本 在没有我们的这个这八经的著作以前 已经有了 有了民间的民间的传本了 这个就是柳京廷先生啊 柳京廷先生 柳京廷那时候就开始说书了 那么当时在扬州有一个著名的平华艺人 叫做王少堂 王少堂 他有一个叫做五十回 什么叫五十回呢 叫五松的十回数 五松 讲一本 讲二本 讲三本 讲四本 再讲十本 五松的十回数 五松 何许人也 一百单八将当中的一员 水浒当中的一百单八将 他只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了他的世界比较多 他有五松拿五是吧 五松只是一个人 那么他这一个人 他有十回数 这十回数 我们平书艺人所讲述的东西啊 我们平书艺人所讲述的东西 思思如厚 一环节一环 让你眼睛得离不开他的嘴 耳朵必须每一个字都不能了 讲这个五松 去杀这个潘金莲 在过程当中 挑这个门火啊 挑这个门火啊 就说了一下我 挑一下我啊 挑最关键的时候 都没弄 最后一挑门火 哗啦 就这一声的时候 直接那说出人一拍 一直后是我 且听下 也分紧 哎哟 大家 鼓掌鼓掌完了 明天再见了听啊 其中一小伙子 心情比较急 他不让老朵走 是吧 王先生您告诉我 他进去没进去 王先生说 你明天来听啊 他说明天我出差 你到哪去啊 他说我去那个武汉 从扬州到武汉 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我就一天后 那行 但是你去吧 明天还进不去 这都是传说的故事啊 就是我们的说书人呢 在演绎啊 我们这些民间的这些故事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请出了大量的 艺术的二度创作 这种二度创作 也是我们曲艺艺术的精华 到了清代以后呢 集中展现了古代曲艺 像近代曲艺的转变 尤其是1910年以后呢 你看在这个曲艺的 整个在往这个白话的转变的过程当中 他一下子丰富了 丰富了整个这个曲艺艺术啊 这个传播啊 这个时候到了清末了 明初的时候 我们的曲艺的许多的形式 逐渐的走入它的成熟期 包括我们的巷 这个是在我们北京的一个角楼上面 手里拿着 我估计大家看不清楚什么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竹筒 竹筒里边装的什么 叫做白纱 北京的皇家的建筑 都是用汉白玉的石头做成了 汉白玉的石头 在打磨的过程当中 就把那个 筛了以后的那个纱子 拿在手 拿在手 他在地下呢 我们的相识艺人呢 在地下呢 来画 画这个什么呀 画字 他在画字的过程当中呢 别人呢 旁边就要过来要看 这是干嘛 在画的什么字啊 他有一些是双勾字 双勾字呢 就是把外圈弄好了 然后再画里边 逐渐的形成字 有的是一个字呢 是连在一起的 你看不出这是什么 大家就猜 这是什么字啊 然后一点一点的 他开始用唱 用唱的方法 这样的招来 滚出 啊 我们那时候叫做画锅料地 就是这样 画这么一个像圆形的啊 圆形的啊 也有说是成果的果 也有人说是 就画一大圆圈 就画锅是吧 画锅料地 就在人 把人搁在这个上面 来进行演出 那就是第一摊的演出啊 所以这个中国曲的特点 一个是叙事的艺术 第二是口头的群舞一样 三是综合表演的艺术 所以我们称它是最接地区 这老百姓啊 最喜欢的 曲艺的分种的种类就很多了 主要是散说 续唱 滑稽啊 运送这么四大类啊 有光说不唱的 有光唱不说的 中国曲艺的艺术的品种 有多多呢 有记载的近千种 现在活跃的啊 也是在几百种以上 我昨天跟香港的记者 我专门跟他谈 我说你们要有时间 要好好地深入到各个地方 要看一看 我们中国曲艺的话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会发现很多 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很多我们的观众不知道 这样的艺术形式 他们的神奇 应该是非常能够引人注目的 代表性的群众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说相声了 这个相声呢 现在也 大家的基本都是比较熟悉啊 说什么单口相声 对口相声 全口相声 能够称得起百年俱将的 我们相声这么多人呢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人 这人叫什么 侯宝林 为什么说侯宝林呢 是能称的是百年俱将的 他有三个最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叫文化自尊 尊重自己的艺术 自己有个自尊 他被北京大学聘请为 语言系的教授 叫语言教授 侯宝林先生 是上过小学三年级 他就是这么样一种文化水平 后来是 应该是整民间艺人 但是呢 北京大学要请他做教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很多的 具有文化内容的 这些知识 写进他的相声当中 他就在开课的 头一天的时候 哎呀 听说侯宝 你来给我们当教授 来讲课了啊 坐这 他讲了没多久 后边有一群人 那个侯宝 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啊 是给他来一段 侯宝 我这说的 我可以来一段 但是我告诉你们 不是在这个地方 走 跟我一起上剧场 别说来一段了 我请你们 我来十段都行 但是今天这个地方是课堂 我不能把课堂 变成一个小技床 相声园子 我在这说笑 你们哈哈一乐 哎呦高兴高兴 那我这不成 成了小剧场了 那我来跟你讲 我们多少年来 我对啊 这个语言的研究 让你们呢 别不要走我 那么那么多的路 我把我总结的经验告诉你 他说的 这个我我 我现场来一段 我把我把这个 这个改成了项上原的 你们学校也不答应啊 啊 过两天就把我开除了 我觉得也是我对我们 北京大学这样一个 高等学府的一个不尊重啊 你看他很有自尊 他他没有自尊 他知道在 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他这个自尊 不仅仅表现在学堂了 在过去 在相声的 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 啊 就在过去 大家都说那些脏的 俗的 他自觉的要提出东西 他为什么提出啊 他觉得那个时候 相声被人家看不起 下九六 既然看不起 你把你当成那种 他可打换了 像那个这个 茶余放后的小丑一样的话 你还有什么文化地位啊 他就觉得人家 有很多高压的艺术 为什么能得到 大家伙的尊重 我们的相声演员 怎么就第三下四的 他从文化这找原因 所以呢 我觉得他 有一种文化自尊 第二 他文化自觉 因为我们那时候 没人要求他 没人要求 谁要求他啊 他就是自觉 他从文化找原因 他自觉的形成了一种 文化品味 他讲的很多事情 说是 那个内容 有些语言学家 文字学家 他们也讲不出来 他说咱们中国的这个字 有很多字 不对 我说哪不对 你看煤炭这两个字就不对 什么不对啊 他说这个煤字怎么写 他说煤字怎么写 一个火烧 烧那个干木 这是什么呀 这应该是炭啊 怎么那是煤呢 对不对 炭字怎么写 一个山字 一个灰字 山 里边 经过了燃烧 把石头画软了 圣经可燃烧那部分 那叫什么呀 煤啊 石头的是煤木石炭啊 对不对 他说这俩字弄反了 他说是不是 火烧印刷那时候 给割错了 是吧 割错了 虽然他是开玩笑 但是他呈现了知识在里面 他说那个社 这个社和矮 两个字也弄反了 也弄错了 社字怎么写 一个身字 一个寸 一寸是什么 矮呀 一寸多矮 什么矮 矮的怎么写 一个诗 诗是什么 有地方诗吗 诗是剑啊 尾是晃了 对不对 尾诗这是什么 这是社呀 这不是反了吗 哎你看 有人都知道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大家忽略过去都说 他用他自己文化的角度 他给你分析 我们不知的讲的 他的真正的 他的哲理学 学理是在什么地方 当然他这种现象 至少告诉你 他对文化有深入研究 深层次的研究 所以他从文化品位当中 找到了自己 找到了自己 这种艺术的 他本身应该 能够得到的 人尊重的那种 卑质和感觉 他还有一种文化自觉 他有了文化自觉 他产生了文化自强 为什么文化自强 他说要靠文化 把自己建立起自己的 这种强大的这种感觉 我的老师马基曾经跟我说 他说 侯先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 叫做 建大不小 建小不大 什么叫建大不小呢 就是他 跟一些领导 甚至是非常高级的 什么国家在一起的 你一点都看不出 他自己那种 好像觉得有点 哎呦 这个什么渺小 很猥琐 不敢说话 像那个奇科夫和那个什么 狗格里他们 笔下的那些小人物一样的 在大人物面前 显得非常的猥琐 没有 他说建大不小 永远保持自己是一个王化人 一个文艺家的 他的一个妻 建小不大 跟老百姓在一起 跟最底层的世面集团在一起 他没有摆出自己 是个大艺术家 看不起人家 在下飞机的时候 突然有人扒了 我一看 哟 后边来了一队人 前面有人给你开刀 旁边站着很多保安人员 完了以后 中间有一个戴着帽子 戴着黑眼镜 一年轻人 后边跟着保姆 所有旁边摆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也不是谁 他他他他 建大不小 建小不大 这东西 这是一个文化 这是一种文化的这种底蕴 在这块吧 这种文化是跟最接地气的 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我们一些大艺术家身上 都有这些啊 非常优秀的品质 我再讲讲快板 外板呢 这个名称出现交往 初期这种形式呢 就成为初来宝 是从宋代的 平民演唱的凉花烙 演变发展的 过去就是街头 祈祷的时候演唱的 那时候拿着快板 跟人要钱 我求掌柜给了吧 时间长了 你省不下 要省您从大厨省 省个十请带八请 要算您从大厨算 算个十万带八 是我老傻也能算 算来算去 要了饭 别看要饭大了头 要饭不饭下酒 都不都不都 在这说 说完了又说到人家 行了给大家 给大家想 跟人家说了 然后跑到下一个 买了个大厨本 买大物 眼前来的棺材部 棺材部的棺材好 一头压了一头酒 他在那又长了 也 给钱 他就走 不给钱了 拿砖头把脑袋给打坏了 他不让留下 这样的买买 就那个时候穷人 他有穷人的生活方法 那么以后 用我们的 最早的我们快板大王李润杰先生 真正的把我们的这种快板 书带了一个 应该说是 有着高超的表演技巧和功夫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 百数的这个形式当中 长大段的 像我们的什么 节行车呀 像我们的什么 这个一些故事啊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啊 包括像武松桃真 都有是吧 那么也有一些 表现了这些演员们 说唱技巧 这种说唱技巧呢 对大家 练习什么呀 练习语音发言 因为语言呢 本人就是用得着的 就得要有很多 这艺术上的这种 这种描写 艺术描写是吧 你有艺术描写的 加强人的技艺啊 我有时候 我就说 我是加强技艺 就是开玩笑 尤其是外国人问我 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JK 我说我叫江坤 你那坤字你也发不清楚 你看这 球呦 哭呦哭呦哭呦 怎么办呢 是吧 我就叫JK 他说JK什么意思 我说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 他说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他这 我一开玩笑 他记住了 所以你想在这技巧方面 让大家加深印象 对你也是一种心头 我今天我请来了 我们快板书的 这个艺术家 王龙雪来 我想让他现场 给大家演这么一小段 大家听了 我不知道他演什么 你给大家演这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刚才江坤主席说了 让我说说快板 我刚才说的是鼠来宝 我先给大家学两句 最早期鼠来宝的一种唱法 好 往来一步一步看 到了今天快板书什么 一样咱就唱几句 好不好 最早这个鼠来宝的 他这个337 唱起来特别简单 他一唱是这样 毛主打进阶来 一阶两项好买卖 也有买也有卖 也有幌子和招牌 金招牌银招牌 里里外外挂起来 这两年我没来 听说掌柜子发了财 这就是早期的唱法 他后来通过多少年的阳格 他就有了称字的 就变成这样的味道 嗨 把这打主板 他再进阶来 一阶两项的好买卖 也有买也有卖 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 招牌好比龙戏水 幌子好比的紫金台 算盘子一打摇钱树 我拜掌柜的发大财 掌柜的发财 我张光可他路过香球来拜望 拜君子求财神 我拜掌柜的大量人 人不量大我不拜 花的把这阳春塌不开 花要开月要圆 南讲四数女讲闲 南讲四数高官做 这个女讲闲 来当家圆 这个当的家 逐着事儿把他大掌柜 你哪年不至极母地啊 到了今天的快板书的 这个发展了 那我再给各位同学 老师们模仿几句 李派快板书的唱 唱几句 哪吒到海吧 哪吒到海 哪吒到海 应该掌声接一下 蓝档档的大海应日红 风轻浪静万里情 小海艳不知道把歌唱 他这高一声 低一声 短一声 长一声 他这一声一声唱不停 他的翅膀一扇走 双铃噜噜噜 他就飞上了半天空 大海边 鸟语花香 美如花 他这花丛里 钻出来了一个小顽童 给这个小孩啊 圆圆的脸蛋如满月 鼻子悬胆 嘴唇红 弯弯这个眉毛浓又蜜 他这衬出来 黑眼人大白眼人小水 汪的一双大眼睛 他忽善忽善的挺机灵 头上那个抓就昏日月 抓就是那个扎的红丝绳 红丝绳的蝴蝶扣 他的头一晃 他颤尘微微的直扑冷 胳膊带着一个金圈儿光闪闪 胸前这个兜的个四个火红 他这手掐野花又跳又蹦 嘴里还这么那个小曲儿 哼生死银铃 甜又脆 嘿 唱出那个腔 真好听啊 只见他一步可他跳到了礁石上 小胳膊朝后一支愣 他这摆着一个姿势鹰斩翅 他的俩腿一扳腰一弓 给懂得生 一个猛在他进了水中 钻出那个走了 在他头上的水 在那溅起来水花四下崩 小孩那个玩的正高兴 哪知道 惹出来了一桩大事情 您要问到底惹出了什么事 咱们下回演出 接着 听 谢谢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听他的嘴里非常干净 说快玩不能忘词 这词忘了就坏了 我们这个说相能 允许忘词 允许忘词 因为我们忘词 你听不出来 我们自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你们稀里糊涂也过去了 我们跟他讲一讲 就是我们曲艺说唱的最大特点 就是要他的这个唱 要把他的那个话要讲清楚 我们在把这个词啊 普通曲的时候 我们叫做按字行枪 就按照这个字 我们来背的这个枪 真正一个好的艺术家 歌剧 他不用麦克风 就是在这个音乐厅里边 扫揉一喊 大家会听到 不用麦克风 那么我们的 举业演员 真正是要唱一些唱词的话 除非那些很文雅的 有一些像古词在里边 以外了 按说他唱的什么样的 事情 人物 包括语言 应该是你不用看字幕 就应该能听得清清楚楚的 只要你懂得语言 你像乐曲 就要懂乐语 你懂乐语的话 你听他唱一点一点的话 你就知道他唱的什么字 北方的话 你懂北方话 对普通的话 就应该听得出来 这里我来学一段 过去我们这个 这个二人传 二人传里边唱 这一段 大家听看胸用屏幕的字 这是一个老大妈唱的 我不是难过 我这是乐呀 心里头一高兴 眼泪就多 旧社会咱穷人 受苦受难 逃荒要犯 四处奔波 死在街头 无人管 满目荒凉 我有话没出说 大家都听懂这字了吧 有没有听不懂的 没有吧 因为什么 它是暗自行枪 所有暗自行枪 就不能导音 有一个节目 叫做取愿杂谈 他们前面写了主题歌 主题歌怎么写的呢 开始 响声小瓶 幽默一书 瓶书拍板 怎么在这个 我说你这响声 是什么响声 你小瓶 谁谁瓶呢 在这发瓶 小瓶 我说你导字啊 这导字你就听 你要不你就别唱 这个我们这个 京江京味的这东西 歌曲可以 歌曲按旋律行这样的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跑 你可以马儿跑 跑在那跑 不是跑 可因为什么 它是按旋律的 它都可以 把别的词 都可以贴上里头行 但是我们取义不行 取义是说唱艺术 说唱艺术本身 它是一定跟老百姓 要面对面的去沟通的 大家可能听过一首歌 是姚明写的 《前门情思大碗茶》 你看看他写的笔章 我眼也小的时候 常在这里玩耍 高高的前门 仿佛挨着我的家 你看都一样 但是其中有一个字 找字了 吃一船冰糖葫芦 就想过节 过节 我明明是过节 过节 我就找了 那个姚明老师 那时候塞试试 我说姚明 给你提个一件 你导字 你过节 是这么回事 你过节 他就怪我 他叫我昆哥 昆哥 我一说 我是东北人 我就怕 我就怕导字 我东北人 我就怕导字 我每个字 我都去学 不留神 你知道我们东北人 管过节叫啥吧 就叫过节 他说不留神 我就出来了 比如这 京韵大舞的演唱当中 京韵大舞 跟音乐有差别的时候 都是很苦恼的事情 我们洛宇生老师 接到了四世同堂主题课 头一句 他就觉得不行 但是没有办法 他是按歌写的 千里道光阴 国光阴 他不是影 他不是影 他说就里边就很多导字 但是 由于那个呢 本身呢 那个音乐性也很强 所以呢 我个人感觉 他甭管他说出什么理由 他也是个霸 是吧 他也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对不对 他也留下了遗憾 是吧 我这这边给大家 讲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侯宝林的现实当中 有一个感 他学刘宝泉 献编词唱的这个经营大歌 他怎么唱的 吊炉烧饼 便又圆 吊炉 你看炉 他往上去二线 吊炉烧饼 饼的三音 便又圆 有炸的麻花 你看麻花是平重的 最有天 精米粥 剑麦 俩子一碗 剑柄 小了你了 看看 他动了下去了 剑麦三天 不为是把钱赚 所谓是传名 我的名字叫刘宝泉 东一东 这是怎么回事 把锅给打碎了 把这炸锅给打碎了 你看他的所有导字 一点不导字 这就是古书唱词的最大的特点 再要呢 就是他用最简单的故事来描写 应该要说的一些事情的道理 大家知道 在解放初纪的时候 我们在全面推行普通话的时候 让我们来写节目 我们专门写古词的作家写了 让说普通话 再不能讲普通话 这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 说有个大嫂本性白 站在河边喊起来 我的孩子掉到河里了 那位同志帮我捞上来 大南边来个小伙子 一头就往河里栽 东一把西一把 憋足的劲乱摸开 摸了半天没摸到 河中露出他的脑袋 大嫂 您孩子可能被水冲走了 我保证给您捞上来 二次又往河里下 东一把西一把都乱摸开 摸了半天没摸到 最后摸上只一只鞋 大嫂 这些孩子可能真的被水冲走了 我就是摸到了他的鞋 大嫂说 小伙子 我要的就是这只鞋 哎 你不是孩子是吗 水冲走了吗 因为我是四川人 我们那儿管鞋就叫孩 小伙子一听一连 小伙子一听一连嘴 一个劲的晃脑袋 大嫂往后您要说普通话 这方言图语要改一改 这是您掉了一只鞋 您要掉两双袜子 我指不定上得来 上不来 我呢 跟大家讲的一些 就告诉我们的说唱艺术 就是人民大众的艺术 是最贴近老百姓的 就是用口语来表达我们的艺术 我希望大家啊 喜欢 我们去艺术 好吧 好 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了我的 这个 不成为讲艺 小小的给大家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